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勇riedani》 坐在世界的一地 用风打颈看天底 发现太多的神奇 一起去寻觅 未知的命运 宁愿相信爱永不会绝技 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 我们守过境 勇气和信心 可我每个明天绝不放弃 努力燃烧永不完的火力 花香的天地 解开了奥秘 心跳永不暂停 时常都相信 爱不会绝技 大静 火龙晶体啊 火龙晶体 我祈求你快点掉下来吧 快点落到吴温德的魂抱里吧 龙神保佑 龙神保佑啊 你们快看啊 火龙晶体好像真的有反应了 哇 我真的有反应了 看来龙翔哥哥跟他很有缘呢 你们看 好像真的是这样啊 龙翔 你真的太厉害了 龙翔 这次看你的了 我说过什么来着 跟着龙翔走 要啥啥都用 我就是火龙晶体 命中注定的主人 这家伙又开始大言不惭了 龙翔真是不靠谱 一夸他就得意忘形 算了 阿国已经器官了 伟大的龙神啊 古勇观云场单刀附会 竟有帅龙翔永夺龙晶体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早就知道火龙晶体是属于我的 它一直都寂寞地等待着我的到来 太棒了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龙神殿了 火龙晶体也归出了龙翔哥哥 现在我们已经凑齐四块龙晶体了 是不是就可以见到龙神了 海盗女王的心愿马上就能实现了 我宝负已经看到面前一片片金光闪耀 这是光彩夺目啊 金子 金子 很多很多的金子 然后我把金子发给范古大陆所有的穷人 我封灵要够范古大陆最慷慨的慈善家 太好了 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愿望 和真正伟大的理想相比 这些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的理想就是 就是 为了个范古大陆最强的武者 尊敬的龙神殿下 不 陛下 请马上送龙翔回家吧 我终于能够回家了 你们以为拿到了火龙晶蹄 就能赢得一切了吗 太天真了 别忘了还有我的存在 想要进龙神 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 是猛龙王 看一眼三百年过去了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 只不过是人变了 龙神 这一次你休想再阻止我统治 范古大陆 魔龙王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权以死战 如果没有把你打败 我就回家的话 那可是我人生当中 一大遗憾了 魔龙王 你以为我们龙神勇士 是吃干饭的吗 也许蛋打独斗 我们不是你的对手 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够打败你 没错 我伟大的海盗女王不喜欢吃干饭 我喜欢吃海鲜 特别爱吃大龙虾 不过海盗女王一定要换换胃口 不吃龙虾肉 要吃老鼠肉 哪里有老鼠肉啊 你们这群小毛孩儿 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这是风龙将啊 胡说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别来无恙啊 少废话 这里没有你的风龙将 魔龙王 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永远不会再受你的蛊惑了 现在 我是一名龙神勇士 我将和我的伙伴们 一起打败你 打败我 可笑的龙神勇士 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鱼 有我在 不用怕他的 现在 火龙晶体在我的手里 我要让爆爆愤怒的火焰 把它烧成一只老鼠肝 你这家伙 我说龙小同学 我觉得还是四个人联手比较靠谱吧 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魔龙王 现在英勇的龙神勇士 已经挤满了四块龙晶体 我们的战斗力量 已经发生了由内而外的巨大变化 魔龙王 你就等着 再次回到地狱里吧 就凭你们几个也可以跟我叫板 简直就是堂地党军不自量力 不要以为拿了龙晶体就有什么了不起了 充电脑 炸龙神我都不放在眼里 可否是一群小毛孩呢 事实无所为俊杰 如果你们早点服输陈臣 向我求饶的话 我希望还能挽开一面 给你们个机会 饶你们不死 赏你们做我的小跟班 不呸 去你个小跟班 说大话不上睡 吹牛皮不要脸 等我们召唤出龙神 说不定 你就会吓得屁滚尿流了 邪恶是永远都不可能战胜正义的 魔龙王 当你选择邪恶的时候 你失败的宿命 就早已经注定好了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寻死 那我就成全你 送你去见龙神 好强大的力量 好像以上一次交手的时候更强了 风铃 阿国 鱼 你们后退一步 让我来对付他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龙翔 这次的对手是深不可测的魔龙王 所以还是我们四个一起上吧 说得没错 龙翔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单凭你一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魔龙王的对手的 鱼哥哥说得很有道理 阿国也想跟魔龙王交一交手 你们三个真的以为我是在逞英雄吗 我刚刚拿到了火龙晶体 还没有完全得到他的认可 如果我现在不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那我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他的认可了 那拿到了火龙晶体又能有什么用呢 好吧 阿国支持你 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龙翔 你的毛病就是太鲁莽 跟魔龙王战斗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安全 不要太冲动了 知道吗 你们放心吧 一定要相信我 龙翔哥哥 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不要逞强 别担心我 看我打遍 踢下无敌手 龙神的力量 圣龙进化 ボタ person 女人 你 吼 睡 堆 房 防 磨 崙 我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黑暗力量 火龙举世 波波小心 快走开他的攻击 什么黑暗的力量 那就让我用火炉晶铁的力量 点起希望的火码 把黑暗通通赶走 波波 快用天火炉焰攻击呀 波波 让他看看火元素的力量吧 好 干得漂亮 波波加油 龙翔加油 打遍魔龙王 雕虫小鸡 合足挂齿 看我的黑魔盾 真是可恶 差点就中招了 看来眼前的这只狡猾的大老鼠 果然是不容易对付的 我得下点猛料才行啊 哈哈哈 见识到了吗 这叫以奇人之道环制奇人之身 这下该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现在投降认输 你还来得及 我呸 还没打军认输 还不如回家卖烤红薯 像我这样英勇无畏的龙神勇士 怎么可能像你这只丑陋的大老鼠低头呢 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好 既然你这么嘴硬 那我就成全你 把你变成烤红薯 我龙去世双重攻击 什么 双重攻击 龙霞 宝宝 你们要小心啊 不好 宝宝 快跑啊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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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宝宝 你还能站起来吗 好样的宝宝 我就知道你行的 打起精神来 全力反击 龙火燎原 难度你这么喜欢火燎 闹出来火上浇油 满足你 飞魔断 龙霞危险 龙霞小心 大家好 又到了恐龙大百科 这里问答的时间了 今天有三道题 两百分一道 满分是六百分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阿果 龙翔 还有雨 嗨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今天的赢家会是谁呢 好了 恐龙大百科这里问答 现在开始 请听题 谁能告诉我 真是什么龙呢 这是旧龙 让我来 让我来 是 是 时间快到咯 快忙一个 走 不是 是 是五味龙 对吧 好歇 五味龙又叫郝永龙 是种奇特的情龙类 生存于藏白恶剂 愿移一千万年前的悲舟 身长七米 重达四吨 大家听好了 下一题 五味龙背部的龙肉 不可用来干什么呢 听清楚了是不可以 这道题太简单了 剧木头 这个怎么能剧木头呢 所以我选择储存脂肪 这个东西是用来储存脂肪的 你还是没有听听 是不可以 不可以干什么 阿果 快抢答 我选择 我选择剧木头 对了 这题前两个选项 它都能办到 但是它不可以剧木头 五味龙背部的龙肉 由厚长的脊椎神经级支撑 长度约五十厘米 能帮助它保持体温 也可以储存脂肪 还有一个作用 它能让五味龙看上去比实际的要大 可以用来恐吓敌人 你太厉害了 好了 请看最后一题 五味龙有一个拉丁名字 请问它是什么意思呢 请回答 看来这道题把你们难住了 我选勇敢西医 我选勇敢西医 好了 今天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宣布 今天的获胜者是阿果 给我们解释一下答案吧 五味龙的拉丁文原名有 五味西医的意思 也有勇敢的龙的意思 谢谢你的精彩讲解 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下次节目会更精彩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